中審法院的海外非常任法官再有一個人離任 英國籍的范李新星期一完成任期後不再續任 她回覆有線新聞查詢說是因為個人理由而不是政治理由 司法機構就說多謝她的貢獻和對香港法治的支持 計上范李新 中原今年已經有5個海外法官先後不續任或提早請辭 現在剩下還有6位海外法官 待會再詳細說說 另外同志佩偶挑戰房屋政策的司法覆核案 政府上訴去到終審法院 單案星期五聆訊 房委會一方說政策不讓同性佩偶用佩偶的名義申請公屋 是因為想達到家庭目的 因為異性佩偶才可以自然生育 應對人口老化 同志一方就說政策和家庭目的沒有合理關聯 因為異性佩偶都有可能不生 和性佩偶也可以用不同形式生育 待會再跟大家詳細說說 最後也會跟大家跟進今年9月才開審的一宗721白衣人案 這個星期去到結案陳詞階段 另外還有大坑西村的重建訴訟 先說說再有終審法院海外非常任法官不續任這件事 明報星期一報導說來自英國的法官樊里生當日完成任期之後不會再續任 樊里生之後回覆有線新聞說是因為個人理由而不是政治理由不再續任三年 司法機構回覆我們的時候說 樊里生最近因為個人理由做了現屆任期 即是去到2024年9月30日戒滿之後就不想再續任 提到樊里生已經做了4屆 合起來足足12年 多謝他這麼多年來對中院的巨大貢獻和對香港法治的支持 又說就算近年有非常任法官離任 但絕大多數在任和離任的非常任法官 都公開重新繼續對香港的獨立司法制度和香港法院自力維護法治充滿信心 司法機構強調近期的法院人員變動 不會影響終審法院的運作 會繼續密識本地和海外的合適人選來做非常任法官 回看資料 現年86歲的樊里生2012年9月底退任英國最高法院院長 隔了一個月就出任香港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 當時的特首曾蔭權曾經在新聞稿形容 樊里生地位尊崇深受敬重 深信他上任會對中院大有貢獻 樊里生之後三次續任海外非常任法官 還在去年7月獲頒金紫荊聖獎 政府說他在中院的10年中 刻盡缺職、表現卓越 形容他是香港法治的堅實支持者 也是香港的良憑益友 計上樊里生 但是在今年已經有5個中院海外法官先後 吳續任或者提早請辭 吳續任的包括澳洲前首席大法官紀立信 和加拿大前首席大法官麥嘉琳 提早請辭的就有兩個英國前最高法院法官 康蓮詩和岑耀信 其中岑耀信在6月的時候 贊文說香港法治級級可危 由接受BBC訪問 說47人案的裁決是他辭任的最後一斤稻草 引起特首律政司長先後批評 而范里生離任後 中院海外非常任法官的人數就減到得6人 包括英籍的賀富明、遼柏家 和澳洲籍的金冒賢、范禮傳、奇遣二 和歐仲律 接著跟大家說說同志佩偶挑戰房屋政策的司法覆核 本身原審判了同志一方勝訴 說房屋政策把同志排除在外是違憲 房委會不復判決提出上訴 但被上訴停駁回 後來再提出終極上訴 單案就在星期五零訊 房委會一方說 現在的政策排除同性配偶 是保障那些可能因為房屋供應 而影響生育意願的異性配偶 強調是鼓勵自然生育 應對人口老化的挑戰 又說基本法的保障 是延續1997年之前市民享有的福利 當時只有異性配偶可以用配偶的名義來申請公屋 所以現在的政策都應該保留和延續過去的分配系統 同志一方就反駁 說過政策和家庭目的沒有合理關聯 異性配偶都可能不會生小朋友 同時間也會有同性配偶用不同的形式生育 而同性配偶和異性配偶一樣 都可以有穩定、互相尊重和對彼此有承諾的伴侶關係 而且一樣有住屋需要 房委會不應該把同性配偶排除在外 首席法官張舉能問房委會那邊 如果異性配偶沒有子女 是不是都可以用配偶名義申請公屋呢? 常任法官霍兆江也問 按房委會一方的邏輯 女同志伴侶是不是比異性伴侶更有生育能力呢? 房委會一方就回答 現在政策的界線可能不完美 但房委會總要為申請資格劃一條線 中院聽完雙方陳詞之後 擇日單判詞 另外跟大家講講一宗在9月才開審的721白衣人案 43歲被告鄧家文被控在英龍圍和元朗站出口 暴動串謀有意圖傷人 控遍雙方這個星期結案陳詞 控方認為程唐片段 相片裡面的人就是鄧家文 說法庭可以用警方抓人之後拍的相 和鄧家文的入境處資料相來比對一下 又重申 鄧家文當時和其他人拿著武器在現場 唯一的意圖必然是傷人 對其他人造成的傷害也是可以預見得到的 控方之後程上現場檢獲的木條、藤條 給法庭參考 庭上看到木條、藤條用長盒裝著 區院站委法官陳惠敏就在盒裡 拿了一條木條、藤條出來 量一下他們有多長 又揮動一條藤條 說這條藤條的質地不易屈曲 很難弄斷 陳惠敏也用藤條輕力打自己的左上臂 說輕輕力打自己都已經覺得有點痛 辯方就爭議 說程唐片段拍到的人不是被告鄧家文 控方也要證明他有傷人的意圖 又說在初頭的階段 黑衣人的人數多過白衣人 那些白衣人可能是在收集木條 其中一個可能是用來自衛 法官陳惠敏就將案押後到11月26日裁決 除了這宗案 計上林卓廷等7個非白衣人的案件 現在就有兩宗721暴動案都完善舉證 也做了結案陳詞 預計在今年之內有裁決 而上訴庭在剛剛8月都審完第一宗721暴動的上訴案 三個法官在判詞對衝突現場做了一些裁斷 例如在分析元朗站情況的時候 就說被告鄧英斌和白衣人一起行動 是強烈指向一個有共同意向的團火襲擊事件 而在英龍為 法官就說被告吳偉南等等的白衣人和黑衣人推撞 黑衣人雖然有還口和還手 但是白衣人之後放開地打 放開地向黑衣人施襲 從穿過馬路的時候開始 白衣人就已經成為了挑事的一方 還想知道多些上訴庭相關的判詞 就記得去法庭線的網站看文字報道 另外有件關於刑期上訴的案件都值得大家留意 說少少背景先 12港人鄭子豪、廖子民 2022年先後就潛逃和灣仔倉庫爆炸品案認罪 當時區院法官尤德康下令兩宗案部分刑期同期執行 一共判囚31個月 不過懲教之後通知法院 說因為他們兩個已經坐了潛逃案的刑期 所以就沒辦法像法官一樣說同時執行兩宗案的刑期 令到個實際刑期比原審判刑的時候多了半年 他們兩個獲准保釋等候刑期上訴 上訴庭今年3月裁定他們得席 撤銷原本的刑期 改判可以即時釋放的刑期 鄭子豪和廖子民同日在高等法院獲釋 上訴庭星期一就頒判詞解釋判決 首先提到如果爆炸品案早些判刑 或者兩宗案合併判刑 那麼他們兩個在獄中行為良好就可以減刑三分一 恐慌可能基於各種原因沒有這樣安排 難道不可否定他們兩個是被奪去了減刑的機會 而且原審法官認為他們兩個犯的兩宗案是有關聯 31個月的總刑期已經完全反映到兩宗案的整體嚴重性 上訴庭又說他們兩個一直記錄良好 而對行為良好的囚犯來說 可以有三分一減刑是一般的預期 雖然這個預期可能在某些特殊情況下落空 例如是懲教署署長有合理理由相信 囚犯非常可能在出獄之後干犯嚴重罪行 但法庭從來沒有收到律政司就著這方面的陳詞 而且當時23條的修訂還未生效 所以這兩個問題都不需要考慮 上訴庭最後說考慮到原審的原意 兩個上訴人一直行為良好的事實等等 如果不將爆製品案的刑期下調並不公道 最後裁定鄭梓豪、廖梓文上訴得席 當庭釋放 然後跟大家速報些案 人稱馬事報陳伯的陳機球被指在2023年中秋前夕上獅子山 在山上展示了兩條條幅 寫著出自老順的 事後警察抓了陳伯 陳伯就否認一項 沒有許可證下於郊野公園內展示條幅 星期一在九龍城裁判法院開審 吳雄方在庭上播了《大紀元時報》的片 說拍到陳伯走到上獅子山山頂 期間曾說 只要堅持 才有希望 加油 又在山上拿著條幅拍照 辯方大律師譚俊傑就說 不爭議陳伯拿過條幅出來拍照 但爭議在法律上點鮮為之展示 也有言論自由相關的憲法爭議 裁判官林子康最後裁定表證成立 押後案件到10月30日結案陳辭 還有石結尾大坑西村的重建訴訟 負責興建和管理大坑西村的平民屋與有限公司 民事控告不肯搬走的居民 還有因為缺席聆訊而被判敗訴要搬走的居民 日品要求各自裁決 星期一是區院處理 申請人的兒子說從來沒有收到通知要上庭 之後平屋說想和解 以及要求先交單位後簽合約 他形容平屋是哄他們交鑰匙 說連他媽媽的冬天衣都拿不回 平屋就確認未達成和解 但認為收留程序已經做完 又引述文件說單位裡面的東西會扔或者清掉它 又說這麼巧合上星期先處理過類似的案件 而兩宗案的傳票頭兩段都好似 質疑是否有組織、有計劃去拖延這些案件的情況呢? 令案官綠惠雅最後將案件押後到12月16日再信 最後和大家分享法庭線這個星期的跟進報導 上星期也和大家提過 港大學生會評議會案的4個港大學生 9月中刑期上訴得值 可以減刑去到判囚15個月 其中一個被告是任評議會主席張敬生 之後向高等法院申請人身保護令 說在獄中行為良好 應該可以再有三分一減刑 令他可以即時釋放 但懲教署就不合法地繼續激壓他 在特首和國安委接連介入之後 法官來遠跡就裁定張敬生敗訴 法庭線這個星期就在另一個podcast節目發生什麼事 由記者和大家講講庭上的情況 包括懲教署一方的代表律師 如何極力反對張敬生的申請 而法官一道說傾向給張敬生保釋的時候 庭上各方又有什麼反應 還有篇法律101的文件 解釋給大家聽人身保護令背後的理念 申請程序和近幾年相關的案例 想知道更多的就記得去聽podcast 看報道了 今集時間差不多 下星期同一時間再見 拜拜 拜拜